宋七不理解,叶佳瑶作为堂堂之父前金,被掳到黑风寨做压寨夫人怎么还那么开心? 叶佳瑶一本正经的解释说,现在山寨里,大当家和二当家都没有夫人,她这个三夫人就是整个黑风寨最厉害的女人,嫁给夏淳于又有吃又有喝,何乐而不为难? 刘依依看出白崇叶并不信任夏淳于,所以才用叶景轩来试探她。 夏淳于如何不知,她虽然现在已经不是高高在上的金安侯世子,但欲望殿下对她有恩,也只能如此报答了。 白崇叶怀疑夏淳于是叶炳怀的人,只要她抢娶了她的女儿,必然会跟叶炳怀接仇。 这一日,黑风寨张灯结菜,众人喜气洋洋庆和三当家成婚。 叶佳瑶一身红妆坐在洞房内,心中难免觉得有些害怕,还安慰自己,好在夏淳于的颜值还不错,这时夏淳于走了进来, 他坦言,这张婚事并非你情我愿,况且两人门不当户不对,所以从今日起,两人风光睡。 叶佳瑶见她如此不情愿,反而激起了兴趣,一把将她扑倒在床。 夏淳于以为她是为了戒指才如此,就将戒指反给了她,最后两人还是决定徒床睡。 另一边,白崇叶也找到刘依依,向她打听夏淳于的过往。 刘依依无奈,只好去世相告。 两人相识在一个雪天,一个顽固借听取为由将她骗到一片雪地,想做了她的财物和外衣,想将她活活动死。 是夏淳于救了她,自那以后,两人成为无话不谈的侄子。 自成亲后,叶佳瑶过上了幸福的黑社会大嫂的生活。 宋奇以为她受了刺激,对她百般人让。 叶佳瑶看到黑风站还有两名年轻的女子,叶佳瑶本想和两人好好相处, 谁知两人嫉妒她嫁得好,见面就刁难她,往她裙子上泼了一碗茶。 她让宋奇拿来剪字,咔嚓几下将长裙剪成了修盛的短裙。 回光了众山贼目瞪口呆,桑桑和盛盛也呼吸离开了。 夏淳于回到房间,看到叶佳瑶露出大腿的样子十分生气, 掀开被子想上床休息,却看到里面有一只小兔子。 叶佳瑶连忙解释说,这是送妻送给自己的礼物。 夏淳于威胁叶佳瑶,赶紧把衣服换回来,不然就吃了兔子,两人不欢而散。 夏淳于出房间却听到二当家在跟白冲叶打小报告, 说他新婚却睡出房,分明是有问题。 夏淳于无奈,只好回到房间跟叶佳瑶谈条件。 叶佳瑶误以为他回房睡是想要远房,连忙将他赶了出去。 原三当家的夫人自丈夫死了以后,就变得疯疯癫癫。 白冲叶问他是否还认识自己,谁料江夫人一见他,就嚷嚷着要杀了他。 白冲叶只好让人将他带下去。 白冲叶心中又内疚又愤怒,吩咐二当家严惩那几山岁, 还让他告诉夏淳于,临日变开相逃。 二当家文言十分反对,他原以为白冲叶让夏淳于当三当家只是夫妇人, 测试他跟叶秉怀的关系。 如今他才来气质便爬得这么高,如何能扶住。 白冲叶一针见血地指出,不是兄弟们不满,而是二当家自己不服。 在众人的见证下,败过天地,夏淳于正是成为白冲叶的异性兄弟, 天封寨的三当家。 夏淳于在书房睡了几日后,叶佳瑶有些后悔, 网上主动端了一种假鱼汤送到厨房。 好了,这期的内容就到这里了。